大多数的道友都是从凡夫位入门的 若是无门之门取高而鹤寡 诸佛则无普渡之处了 试问我们哪一个是生而世之 都是有为而入无为 令他知道可操作的才是最好的 不怕来时拗尽就怕拗尽不来 只要肯信肯修 无相无为则一定会升华 就如有很多人问 先有杂念念诵还有利否 我讲无论杂念不杂念 首先你念都比不念强 诸法之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若是不念杂念忘念则十分 有一分念诵则少一分妄想 善莫大焉 敬意不可思议 果报亦不可思议 经中佛也是苦口婆心 引导咱们这种苦恼凡夫 去信去念诵 此乃大慈大悲之道 佛法乃是利他之法 时时处处纯利他 只有纯利他才是真无我 不执着于相 自有精力加持心灵 相信真能坚持读诵金刚经时间久了 没有不升起大悲空性的 真修真能悟 就怕这事那事说到天荒地老 不去念诵也是枉然 经中每一个字都是佛陀亲眼 既然信要深信 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修金刚经 从修到用 字字句句不离此经 离经一字 吉同摩说 好 好